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长林 2004年回到台湾 之前在法国那边念书 然后做艺术创作 回到台湾之后 陆陆续续开始做其他的展览 早期的作品包括《五花肉》的系列 一直到2010年开始 做了《大选选社会》 我自己并不是什么富贵家庭长大的 所以这些日常生活刚好都可以观察得到 比较像是有感触吧 我相信这些感触每个人都有 只是有的人很会写文章 他们用文字来把它叙述出来 对于我来说我能够用的表达方式 就是在艺术程度上 其实我2010年开始做Illusion Society 其实是社会的虚幻性 这个社会的虚幻性一直创作到后面 我觉得比较广 所以是不是可以更加的聚焦一点 那么暂且准备这个思维 其实也是针对着这几年 不管是在地缘政治 社会关系 世界的角力 在这上面 都让还活着的这些人们 包括我 感受到很大的不安跟压力 这个当代社会里面的人文的议题 站前的姿态 人如何在整个社会里面 生长他们的意识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思考 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所以站前准备 也是这两年来 或甚至我们在考虑不远的将来 一般老百姓会有什么反应 会有什么运变措施 会有什么心理上面的呈现 所以才针对这样子的现状 而做出一些 对于自己的反思 还有社会的反思 站前准备已经在你面前了 它已经在你面前这么巨大 它就是要来临了 我们可以假装不相信 我们可以假装觉得说 OK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你觉得呢 对于自己的反思